2022花蓮太平洋温泉季热烈登场中 邀您一同来趟暖心又疗愈的花蓮温泉之旅 谢谢维尔主播带给我们的高谈一课 我们接下来体坛观测站 我们时间要交给常富宁主播 我们今天体坛观测站的幕后之心的一个单元 常主播要带大家走访花蓮 来看看今年受到疫情延宕的花蓮全中运 幕后的推手是如何的成功克服 疫情的一个因素顺利让全中运复办 进而让花蓮地主的一个选手 在全中运比赛拿下好成绩 花蓮县以及花蓮县政府 在对于运动选手的培养上面 根本可以说是一战式的服务 我觉得这对选手的照顾真的可以说是无为不至 那刚刚其实县长您也谈到了 就是从国小国中高中 这一连串的一个培育的计划 不知道在未来还有没有在县长的一个带动之下 或是跟县务团队的研究之下 还有没有可能会有新的一套计划 来培养体育的新兴呢 其实我们一直在培育 做扎根一直在培育 那其实我们一直引进全国的这个赛事来到花蓮 这个有时候我们花蓮毕竟还在东台湾 那我们要如果到西部要克服很多的困境 所以我们举办很多的全国性的赛事 那其实在这三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像我们太平洋杯龙舟禁赛 这三年虽然有办 但是国外的友人没有办法进来 那我们就尽量用以赛代训的概念 然后直接的交流 那其实在运动场馆的部分 我们也不断的在提升 对 北中南的运动基地 还有场馆的提升 就是希望其实除了培养专业的运动选手以外 其实我们全民体育才是重中之重 对 全民体育 人家说这个国家要强 要强肿要强根 强根就是国人的体魄 身体要强 对 对 那教育要强 所以我们的愿景是让花莲成为文武全才的孩子 所以你要说文胜直则实 直胜文则也 文之彬彬然后君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花莲在推动的 那听现长讲这么多 我觉得身为花莲的运动选手 真的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现长我想再请教就是 这几年在您的带领之下 对于推广整个花莲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 那除了刚刚您提到的提升软硬体设施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是准备在未来几年当中实行的 未来我们很多事情要做 第一个就是我们花莲有一个很棒的棒球场 很棒棒球场 希望有一些国际的杯赛可以到花莲来比 对 对 尤其是我们现在在推动时运动带动观光 那其实花莲县政府前面 一个县政府的前面有十座的网球场 而且是标准的网球场 这是很难得的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国际的赛杯在花莲 那中区是我们已经举办了国际曼城杯的网球赛 在凤林 凤林是一个国际曼城的城市 所以我们在凤林 我们又多了三座的网球场在那里 是是 那花莲可能也有一座是全国最大的射箭场 射箭场 一共是六十四个把位 是一个非常长的 一个横向非常宽的 对对对 一共可以六十四个把位同时来进行 是是是 对 所以那分布在北中南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破话 希望我们不落 因为花莲一百七十五公里 南北非常的狭长 对对 我们希望从运动让观光带动观光的这个轴心 那让整个花莲都因为运动而有很多的观光客机 非常谢谢县长在这个幕后之星的这个单元当中接受访问 当然县长也谈了很多花莲现今 那么未来对于运动 体育运动相关的一些愿景跟想法 那么在规划上面 我相信花莲现在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规划 也希望大家未来能够有机会 常常来到花莲 因为运动带动观光 不管你是喜欢水上活动 或者喜欢设计 喜欢网球 都欢迎你走一趟花莲 在花莲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享受一下花莲的美景 享受一下花莲的体育设施 还有一定要住在花莲 享受一下花莲的各项的美食 今天非常谢谢县长来到我们 体肯观测站的幕后知心来接受访问 谢谢 那么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花莲 2022花莲太平洋温泉季热烈登场中 邀您一同来趟暖心又疗愈的花莲温泉之旅